如果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爱语声阶线 你把这套视频看完就知道了 首先颜值就不说了 尤其是那个狭长的单眼皮双眸 它的五官可以说是完全长在了日本人的审美上 举个例子 我记得之前有个日本网友票选中国的最帅男明星 你们猜最受欢迎的是谁 给你们三秒钟你们想一下 你们肯定猜不到 可以把你们想到的男明星打在评论区 公布结果是黄子涛 他是日本网友们公认的漫画里走出来的神眼 这样大家就能理解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语声阶线帅惨了吧 但他最吸引人的地方还是在冰场上 他一路走来在天赋之上付出努力 让语声阶线成为了花样滑冰超级全满官第一人 所以追逐金牌早已不是他的终极梦想 他在这次冬奥会上的目标 就是能跳出前无古人的4A 这个4A是花花比赛中的一个技术动作 全称为阿克塞尔四周跳 在82年挪威运动员阿克塞尔保尔森 首次做出了一个向前起跳的高难度跳跃 被称为阿克塞尔跳 而4A要求起跳后在空中旋转1620度 也就是身体旋转四周半 这个是花花里面的传说级高难度动作 难度之高一度被物理学家认为是人类不可能完成的 选手是要在0.7秒内起跳并旋转四周半 落地时更要承受约等于自己体重五倍的冲击力 俄罗斯花花教练米生就说过 自己有声之间都不会看到选手完成4A 但是与生结弦他就偏要挑战人类的极限 而几乎每一次挑战他都是重重的摔在冰面上 他抱着没准会摔伤脑震荡 甚至挂掉的思想准备 继续训练跳跃 不破楼兰终不还 直到去年在一次训练中他终于完成了这个动作 可是呢要被ISU认证还需要在大赛中完成 于是呢他就带着对4A的执着来到了北京 在前几日短节目失误仅仅排名第八的情况下 他还是决定在今天的自由滑比赛里跳4A 于是呢我们就见到比赛开始时的悲怆画面 第一个4A起跳跌倒 再一个4A起跳再跌倒 观众心态那时候都崩了 而他在站起来之后 放平心态纵情演绎再一次4A 这一次跳被认定为接近成功 最终宇生节圈在北京都奥会完成4A夙愿没有达成 而总成绩283.21位列第四名 赛后他在冰上身居一躬 并不自觉地用手轻抚冰面 对于花华的专注与热爱 可以赌上梦想去孤注一掷 今天的宇生节圈不是身为奥运冠军而被尊重 观众对他的钦佩也淡化了地缘国别 他以往的成就和对未来目标的追逐 已经充分体现了体育世界的精神内核 大家还记得这届冬奥会的精神是什么吗 就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没错 宇生节显已一己之力做到了 这样的男人我们怎能不爱